大家好,我是爱妮娅 都说林志玲是所有中年男人的梦中情人 确实啊,谁不希望自己的老婆长得美美的 说话嗲嗲的,没事就撒个娇卖个萌呢 前几天啊,我看西瓜视频独家首播的节目 妈妈咪啊,真的被里边的一个妈妈惊艳到了 这位妈妈呢,55岁 带着自己30岁的女儿一起上节目 跳了一个舞蹈 然后真的是妈妈的气质啊,绝不输女儿 而且身材特别轻盈 脸上啊,带着一种微笑 眼神里带着一种天真 特别有那种年轻小女生的状态 所以观众都说 这位妈妈真的是不输林志玲呢 后来看节目点评和沟通的环节 我才知道 如果你想让你的老婆也这么年轻 漂亮,萌萌的 你要做到两点 第一呢,就是要宠她 在节目上啊,这位30岁的女儿就说了 说在我们家啊,是我跟我爸爸一起宠我妈妈 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 所以我妈妈在家有的时候会跟我爸爸撒娇说 老公,你要叫我小可爱哦 很难想象这是一个55岁的妈妈说出来的话呢 所以女人就是这样 你越宠她,她越感觉到被爱,越有幸福感 她脸上越有那种萌萌的小女生的感觉 而且因为你对她保护的很好 她没有必要去经历这种外面的风雨 她才能够有这种不世故的天真的眼神呢 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夸她 其实女人啊,真的是比男人想象中更在意自己的形象 更在意别人说自己好不好看,漂不漂亮 而且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 不管她长得好不好看 身材怎么样 女人总是对自己觉得不太满意的 所以呢,他们心里就希望啊 至少在一个男人眼中 就是在我老公眼中 我是最美的,我是完美的 特别希望听到每天自己老公都夸自己 你越夸她,她就会越注重打扮 她就会越自律,越去运动啊,健身啊 然后那个状态就越好 真的是越夸越年轻,越夸越漂亮呢 所以呢,如果你希望你的老婆 也像林志玲一样,这么漂亮,还会撒娇 那么你就记住了 第一要宠她,第二要多夸夸她 其实很简单哦 如果大家喜欢这段内容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分享转发 有什么话在下面给我留言哦